中國來美留學生的人數 近幾年不斷攀升 他們跟國內美國大學生一樣 面臨著畢業要找工作的壓力 為了更好幫助中國留學生找工作 今天南加大校園裡 舉行一場專門針對 中國留學生的招聘會 本次招聘會得到了 十多家美中企業的支持 涵蓋工程 法律 經濟和傳媒等熱門專業 工作地點包括美中兩地 國內最大的培訓品牌新東方 是第一次來美招聘 我們比較看重國外學生這種獨立性 以及他們英語的功底 以及他們這種把國外的一些先進的知識 經驗能夠帶回國 落戶洛杉磯不久的 中國電池與油電混合車製造商比亞迪 有80%的員工來自中國 他們希望通過此次招聘會 找到熟悉中美兩國文化的雙語人才 我們主要是在深圳 中國 所以我們肯定會愛人 人們和文化的經驗 也會帶來東亞美國 尤其是有些人從洛杉磯地區 由南加大學生自主創業的 洛杉磯吃貨小分隊 也出現在招聘會上 這其實是我們第一次參加 這樣的科學交易 因為我們現在小分隊的話 算是迅速地擴張 所以我們需要很多年輕的 就是血液加入到我們 然後我們也是希望是可以有更多的 就是對食物有興趣的人可以來加入我們 本次招聘會吸引了近800名 南加大中國留學生參加 與過去的留學生不同 他們不再拘泥於畢業留美的想法 沒有特別偏好說一定要留國內 或者是留這邊就是看對自己職業發展的影響 我覺得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工作環境 就是團隊的氣氛 就是大家對工作有沒有熱情 這個很重要 當然工資待遇 然後這個也在考慮範圍之內 南加大有超過4000名中國留學生 是全美中國留學生人數最多的大學 本次招聘會由Chinese Career Center和南加大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聯合主辦 落成十八台記者洛杉磯報道